和西区曲团的著名的评书艺术家 刘立福先生演说一段《梦狼》 这个作品呢 也是昨天我们也提到了 97年在天津举办评古书展示演出的时候 刘立福先生在长寿园这段实况录音 您听一听 在北京的城外 某乡的西村 住着有一个姓白的老人 这白老头的老伴早就死了 跟前有俩儿子 大儿子叫白甲 二儿子叫白语 听这名儿别扭是吧 不可能有了孩子要加一饼 零物济更新这么排 辽斋这部书跟其他的张魁小说不一样 作者蒲松林老先生 他写这段的时候 因为这白甲的所作所为 不值得给他起个名字 所以就用甲乙来代替 作为他的符号罢了 那么他所作所为都做了哪些个事 这个您先别忙 您慢慢的往下听 一家三口和撒光棍 过这日子 身子爷住那么几间灰土房 有这么二十来亩地 生活嘛还比较富裕 他这个白老爷子 自从有这两个孩子以后啊 总想着 叫这孩子好好念书 长大了能够得个一官半职的 给家里改换门厅 可这二儿子呢 念了几年书 学而未成 也就务农为业了 这大儿子白甲 就不然了 十三岁重同胜 十七岁重孝才 二十一岁重举 二十四岁高阶难攻 重了两榜进士 是接连的得众 辉煌腾达 这在白甲来说 是人大喜的事 这个白甲最近这几年呢 相识了一些个朋友 书香门第官宦之后 家里头每天也是盛有如云 谈笑皆红如 往来无白丁 白老头当然是高兴 但这一见 就根据白甲 从小的时候 好吃好喝 讲穿戴 好高物远 自命清高 尤其最近 有的时候连着自己 亲爹他都看不起 甭说别人 所以对他来说 前途真不堪设想 书要简断 有这么一天 捷报传来 白甲做了相官 说放这什么地方啊 还好 没在咱们河北省 云南 云南某县的县令 这是个大喜的事 可是白了头睡不着觉 琢磨自己的儿子 做父母官了 好 这官怎么做呀 根据他的思想为人 朕有点放心不下 看看他就起承到论了 这天就把白甲叫到跟前了 小甲啊 你坐下 我 跟你说点话 爹您说吧 不久你就成为一任父母官了 我先问问你 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爹爹 想法 这您放心 我必能够 光于前与后 扬名声 险父母 一定给他们 声光乐主 不能辜负您对我的希望 嗯 你打算怎么做呢 这官啊 我先听听 白甲没想到 您问我 想怎么做 刚才您 我到任以后 用不了一年 咱家的房子 我都给他拆了 拆房 拆房 他哪住下 盖楼啊 那大车都破了 要他干嘛 批烧火 治新的 那老马 宰了吃马肉 啊 治好马 给您治一点地儿 啊 您哪 也就甭下地干活了 老二也甭去了 姑娘长工月工 再给您 娶个年轻的 诸侯 打住 别忘下说了 喝 白甲头听没气死 这家做官啊 谁说你还没到任了 你就有点想法 等你到任了 当地老百姓 活得了吗 小贾啊 我先问问你 你这一任父母官 能有多得的俸禄 俸禄就是工资啊 薪金啊 您问这干什么 您到任不到一年 你又治房又治地 你哪儿都能写钱呢 爹您不懂这个 有权呢 就有钱 不求自来 还不是苦害老百姓 刮劲民纸民糕吗 你还没到任了 你要到任以后呢 那地方老百姓活得了吗 白甲头没想到他爹给他这样打呼 拿眼看他爹 事到如今我也不能说 不让你去当那县官 我呀 无便跟你多说 你已经是个进士了 是吧 一说就明白 我就告诉你三个字 你给我牢牢的记住 您为贵 懂吗 你笑什么 爹 您日君横毛 故不知 仕途 之官俏耳 出之之权 在上台 不在百姓 上台喜便是好官 爱百姓 何数能令 上台喜也 他爹一听和念一度的书都搁这用了 他说的是什么话 是 您成天住在这茅庐草舍 您不懂得做官得撬门 这个做官 只要上次喜欢你 你就是好官 换句话说 你得舌子长 溜血拍马 把上次拍好了 你就能升官发财 不然的话 光那老百姓啊 你也没办法升官发财 就是这么句话 我说的刚才呢 这就是了解的原因 白了头一听啊 要依你这么说呢 你这官先别当了 你别去了 不能还没到转 把当地老百姓都卖了 叫祖宗跟着你一块来骂 这您别着急 我听您的不成了 我绝不能辜负您的希望 行吗 说到这也就不了而了之 简断接说 白甲就走了 走马上任 这一接人相关呢 一去将近八载 是荒豪无音 不用说给家里来封信 连个纸条都没见着 可是老爷子不放心 曾叫二儿子 给的哥哥写了几次信 也没见回音 这是怎么回事 是死了 是犯罪了 就得正法了 还是 万一要做好官 升官了 你就是死了的话 家里也得见个信 哎哟 莫名其妙 我这儿子白痒了 怎么连个信都没有 吃也吃不下去 睡也睡不着 翻来覆去 这天的晚上 在屋里边 看书也看不下去 迷迷糊糊的就躺下了 睡着睡着 也不知多长时间了 忽然间就听 自己门声一响 从外边找进一人来 老爷子赶紧起来 哎 谁 看这人的岁数 有这么五十来岁吧 青衣小帽 蓝色的四套 青鞋白袜子 哎 您找谁呀 天都这时候了 老哥 怎么了 您不认识我了 哎呀 是你呀 这是白老头的表弟姓丁 叫丁禄 你 你怎么遮出来 有什么事吗 老哥我问你 您是不是 每天在想白甲呀 想你那长子啊 啊 想看看他吗 我哪看去 您要想看跟我走 那可好 哇 你就受累吧 来来来 白老头跟他就走出大门 出大门一直往前走 往左边一拐弯 走着走着这条道 怎么那么生疏 没来过 我说在哪 你您跟我来 远了 你来不来 说话进城了 这什么地方 再往前走 往右边那么一拐 这有座衙门 这有座衙门 老哥 您看了吗 这座衙门 嗯 是一座县衙 小贾就在这儿坐相关 不是 这是您的外甥 在这儿坐相关 哦 白老头想起来了 他姐姐一个儿子 听说了坐相关 总没来往 他不是在山西吗 您想看看 我看看 来 您给我 说话领他进衙门 能够站那公差啊 看他们二位来了 定路上前 到了辛苦 您辛苦 您辛苦 这是我表哥 我们想见见你们的县太爷 哎呦 今儿可不行 那么 现在您来的不巧 我们太爷正在升堂礼师 我们能进去站旁边看看吗 看看行 您可别说话 站边看看去 听吧 待会他 已经退堂了 再说 行行行 进去吧 哦 白老头一看他挺熟啊 跟他就走进去了 来到了二堂口 带着二堂侧门这儿 升二堂开东角门 不是都开 升大堂开六上 正门两扇 东门两扇 西门两扇 他就站在东角门这儿 你看看 白老头往里一瞧 全看见了 正座上坐着一线官 无纱双斩红袍 前后袖子 捕着腰横欲带 粉底清断的关穴红中眼 往脸上看 无关端正 前面的公案 公案上有一个牵筒子 摆着文方四宝 在地下有一个花盆被打碎了 一盆花碎了 在这泥土当中 闪出了五十两种一个黄灯灯的金元宝 那儿跪着有一老头 这老头头头戴紫端子 受刺原味金 身穿紫端子 团龙受刺原味场 一脸的奸相 花白胡须 在那儿正为难 就听那官问话了 我问你 这盆花 是你派人私下里给我送来的 这花盆里头怎么长出个金元宝来 是这 问的这老家伙是哑口无言 我告诉你 你霸占了有夫之妇 前者堂上你还敢抵赖 今天你要用派人给我送的花盆里 私下行贿 我把话跟你说明不了 本县绝不能贪图你的贿赂 我出卖老百姓 是被屈者冤臣与海底 就说到这儿 丁住拿手一瞪子 白了头 走 两人就溜出来了 出了衙门之后 您看见了 这官是谁 是我的外甥 没错 怎么样 是好官 怎么说他是好官呢 辽斩原文上有四字 禅官 智秀 这块怎么讲啊 禅 是一种昆虫 叫白的叫鸡柳 这个东西叫的声音特别大 他任何食物都不吃 就凭吃点露水 他就活着 特别干净 智呢 是一种异兽 全称叫蟹智 犬子游 一个蟹字 在那里念解啊 浑身森林呢 长了一只鸡脚 奇性能触邪 比如说有两个野兽在那争斗 他就看见了 哪个没有礼 他拿鸡就顶哪个 所以把这个野兽 这个异兽 绣在他的骨子上 所以这个官 带成这个 长官这顶无杀 证明这官清廉 一尘不来 绣上这个骨子 这个卸质 证明这官 什么是这个 一礼公断 所以说这官不错 是个好官 我那个儿子小贾 要像他似的 我就放心 我死了也闭了眼 走吧 他在哪 您跟我来 里头他又走了 老远老远的 前面发现了 有个眼 他就在这做相官 白头都想见 自己的儿子往前走了 两步吓了一跳 呦 我讲 表弟快跑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看 压门口呢 站着两只狼 压门口有狼 您跟我来了 看见什么新人事 您可别说话 别嚷 别闹 您听我的没错 您等着 就见丁路走过去了 一看 这一只狼 穿着冠军的 这不这个狼啊 比那个儿大 前爪短 后爪长 树中暗表 这不是狼 这是背 这个背啊 前爪短 跟狼在一块 但是一块走 行 如果这狼要走 把背给甩到后头 这背就受罪了 他前爪短 他得蹦 他要轻走的话 对吧 前爪搭在狼的后胯上 六头腿着地 一块走 他的心眼最多 这些狼都听他的 他能出谋划策 所以说狼狈为奸 丁路都过去了 您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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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鲁头站在那边瞧着 哎 奇怪 感情这狼啊 都会说人话 怎么着 您辛苦 翻楼二位 您给通名一声 我们来求见县的爷 怎么着 再说一句没听明白 要见您县的爷 我经常往这来 您还不认识我 经常往这来 要见我们太爷 就凭您的上嘴唇 一碰的下嘴唇 就见我们太爷 真不懂啊 假不懂 装不懂 跟我装名字糊涂 啊 大汤不种芝麻 二汤不种骨子 不种芝麻 我们得吃香油 不种骨子 我们得吃小米 刨坏了爪子 我们得自个儿 一边养着去 就这么容易了 啊 哎呀 白头一瞧 这狼好厉害 啊 感情这狼跟背 要是有点支权呢 比人可厉害得多 哇 可丁路早有准备 一伸手从怀里头 就掏住 本来头瞧就是什么 一个布口袋 就看把这口袋 嘴唇打开以后 右手一滴在口袋底 往外一倒 倒出几个肉干来 二位 今天我猪里的荒素 没带着多少 啊 二位您高个手吧 下回来 再给您多带点的 啊 身上这狼爪子 接过来之后 就这么点啊 啊 我们这儿 搁十何几个的 你说够谁的 实在是没有了 有我绝不留着 二位 您心方便 心方便 怎么着 您呢 背瞧了瞧 一看挤不出油水的 真叫狼为男 说他为什么男 狼多肉少 你说给谁不给谁 瞧门皮这扎出油来了 他这没有了怎么办 现在下回下回我们都带点了 哎呀 好好好 走走 摆着头了 跟他进去 进衙门往里走 过了大堂口 一拐弯走过通道 前面有道院 来来来来 盯路还很熟 领他进去 一到这院看 有狼眼 有走狼 白老大爷 一瞧 又不娘 别闹 别闹 你说 这羊里 这什么呢 啥 看着那东西不信心 铁仙 不是一把 很多了 铁钩 有耙子 仔细看看 耙子 一个耙子 这五个尺 那个尺 应该是半寸长 剩一寸多了 可摸着正光瓦亮 用了很长时间了 我说 我说表弟 这 是盖房是怎么着 他怎么写的 铁仙铁锹的 别问 以后你就明白了 您跟我来 刚要往里走 就跟连龙一起 从屋中 走出一个人来 白老头 定睛观瞧 一看这个人 中等身材 头戴无纱 双斩 身穿蓝袍 前后补着腰横月带 粉底 清断 关穴 红中影 往脸上看 原方脸 窄天天 两个 粗眉目 两个大眼睛 别别 两个大鼻头 后嘴唇 胡本牙 刺在嘴唇以外 两个肉横耳头 有点脸目胡子 书中暗表 此人正是一去八载 阴心皆无的白甲 白老头一看 他怎么变模样了 但是从眼神来看 自己的儿子 他还认识 哦 心说做官 做都这么官 吃好东西 吃太多了 啊 一个大肚囊 忽然间白甲 紧行一步 哎呀 爹 您怎么来了 说海根未曾远迎 当面赎罪 哎呦 现在也现在 不敢当 不敢在 您您 别这么成我爹 您这怎么说的 我做了官的 你也是我爹 白老头心说 我不认你这儿子 还好点 我认识你这儿子 早晚全家都跟你出罪 再一片脸又 这边狼也还有了 没看见 吓得浑纯哆嗦 人子骷髅 骨头 两人一落 往上锣 排成井刺 老高老高的 第一大腿 二瓣子 脑门骨 胳膊 说有多少 聊斋原文说是 白骨如山 对成山了 您知道有多少 怎么这么写骨头 狼吃肉 可不吗 就剩骨头 这骨头是 都白了 掉汤掉的 爹您请吧 先生我倒要抗议 是什么官 说话往前走 白骨头看身后的过离公差 抢行两步 这才看出了 这公差头戴 艳灵帽 身穿剑袖 妖极大带 足灯 关于学子 一看那些模样 是个狼脑袋 过去一大连笼 您请 哎呀 好好 跟人就进屋了 来到屋中 白甲一回头 表叔 您也来了 请坐请坐请坐 白了头看 他就屋里 是富丽 弹簧 一个面 有帐八的条杆 印度的八仙桌 在两旁边 两把太师 以大红段的 平均南修的 围桌 依靠 茶筋月牙桌 书桌 那边还有一个床榻 条案上摆着 八仙人的大四瓶 大胆瓶 冒筒冒净 封不通的顶 景泰兰的尊 一些古文语气 正当中一个条 我一幅对联 这条 画了个福禄寿三星 这上哪写的 满目 兴隆通四海 夏连配 裁员茂盛 达三江 这叫什么官呢 这叫 啊 所以说 根据这一切 这官好得了 我绝好不了 殿庭请坐 白老头就坐一路 来 看茶 跟着就进了一个 郎柴椅 端着一个盘 这托盘就有三个盖碗 这个的相关了 相关一个盖碗 就放在他店前 爹 您请喝一碗吧 老叔 您来 哎哎哎 好 白老头走道走的 一心火啊 想说先喝一口吧 把这碗端起来 打起来盖碗盖的 刚要喝 你看不是茶水 鲜红鲜红的 降降呼呼的 上鼻子一闻呐 兴气红红 我说 小贾 你这是什么 啊 您喝吧 这是什么 子午阴阳路 哈哈哈哈 这东西 有阴阳啊 哈哈 您喝吧 什么子午阴阳路 我说这是人血 对对对 这是同男同女的血 加上人参 鹿绒 枸旗 啊 制成的子午阴阳路 这里的营养可丰富 爹您喝 这里的有维他命C 不喝 小贾呀 小贾 你从小时候 爹把你拉扯大了 养大成人 现在你读书之理 港考了 做了官了 身为一任父母官 你就应该有腾儿女的心 怎么叫名字百姓 啊 你来这儿 你瞧瞧啊 前面当差的是狼 你 你喝人血 我说你什么好 有心跟他拼了吧 一看也没好 表爹 咱走 来讲 没拦呢 刚站起来走 顶着跟着走吧 走到门口 没想到 那是有狼差人 挡住去路 正在危难之际 忽然间 九厅外 哇 一间大乱 叉 呜呜呜 呜呜呜 白的头给吓坏了 群狼逃避 好多狼 这跑那跑的 有的跑到桌底 又跑擦筋底去了 白甲也愣 在此世界从外边 闯进来两名金家武士 白头看看那金家武士 个子都身高八尺 偷着外头绑三丁 戏腰炸胃 金亏金甲 一个红脸的 一个黑脸的 前面这个手青宝剑 后面那个手十一对 八龙子金锤 白甲一看事情不好 木深星要跑 前面这十宝剑 你一箭步都过去了 你拿着跑 抓住他后一领了 狗三冠 白甲 而往哪里走 这宝剑局 刚要杀他 后面这使锤子中 就要过来 把这锤往后面一移 右手拿着锤 嘿 一下等会儿 现在留他的活口 一伸手抓住这 白甲头部 就在资母宫一打滚 白头头给吓坏了 哎哟 这白甲 躺在地下 往怀里一带 都不躺下了吗 变了一只 掉进白鸽虎 这大老虎 此儿的虎牙 哎呀 做辽宅的 扑苏宁老先生 这关笔可真不客气 他把这些个贪官物力 吃人肉 喝人血的主 写成了一个老虎 实际上 他们就是吃人肉 喝人血的蒙古 枪中的差异式狼 这一笔给揭穿了 就在这么会儿 就见那八龙紫金锤举起来了 高三观 你做了父母观了 踢上压下 刮进民纸民构 你喝进了老百姓的血汗 你还有今天 扎着张 哇 把这仔细吹 我给你砸 砸碎了虎牙 白头得 鸡凉 就见苏宁那辣花老长的 莫桃出现冷汗 耳朵中只听得 邦邦邦 咚咚咚 鼓打三惊 原来是黄凉 一梦 哎呀